大家好,我们来看今天的赵孟福 每日一字善 善良的善字 好,这个字用得蛮长的 所以写法就蛮多样的 凯书的写法 记住,上面本来是一样 但是凯书标开底,这就不要穿出去 一个长文化,然后两匹一个扣 切开来大概是对称 但是要注意这之间的写度 要一致,而且间隔大概是一致 写到口,当然可以大 间隔宽一点 这是碰到口的一个特殊性 好,再来我们说 刚刚这个羊,有时候会把它串下来 那我们带一点点形书进来 带过来 然后把它串下来长一点 然后横画 既然串下来这里两点就轻巧一点 就不要写这么重了 就一种必让关系 好,然后更流畅一点 我们来看 就不串下来 一般都没有这样子传出来 那看一下加强流动性在里面的 整个流动 然后呢,代笔 我刻意把这个留宽,这里就加重 所以看情况而定 如果这里要写中一点就留宽 有时候是那一瞬间 然后要留的不太宽 若留扁一点 小一点 当然也可以 可以做不同的变化 好,然后笔顺上可以稍微调整 可以由上而下 来看一下 同样差不多的写法 但是呢,在这里注意 有的是先两点 再来写这个横画 再来写这个口 就是让更流畅一点 这也是有 但是比较少 查到有这种写法 然后稍微造型改变一下 这样子都属于左右对称 这种写法呢 当然可以稍微加一点点跌宕 可以看到我向左倾斜 然后这两点口 写的大大的 这样子 这是一种造型上的变化了 笔顺 什么都没有太大变化 好 那稍微做一点点省略 阳 这里 折痕就不那么大 我们来看一下 其他都差不多 跟前面 直接这样下来 这开始进入到 比较行潮的感觉了 轻轻的两点 再下来 好 当然 开始更省略 中间的两点经常被省略成 一点直接撇下来 好 那我们把上面这个羊 再做一点点不同的变化 这样 羊头大一点 带过来 只剩下一撇下来 这个蛮常看到 要留意 好 然后继续省略下去 会怎么省略呢 刚刚说 这里羊 这里横化就不要 这一撇都不要 变得更精简 然后呢 直接这样带过来 理论上等应该说 不是不要 是直接带比下来 好 所以我们来看再来 这样子 直接带比过来 好 这样子 没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撇在里面 好 最后呢 更精简的写法就是 会 就是这个不折下来 但是呢 造型上有点变化 在草树 我们来看一下 要记一记 会怎样子呢 好 这个两点之后 把这个横滑拉得很长 这在草树里面 经常是这样 然后这里绕一下 小小的 过来 下来 这个口 是这样写的 好 这种写法 跟这里 这上面这两个 是蛮常看到 尤其在草树里面 这个最常看到 然后呢 当然 我们在 刚刚是由上面发展 像赵孟芙这样子呢 就更流畅 好 差一点网机 好 到这个没有拉得太长 好 可以看到这个口 流畅度 跟上面是一样的 只是稍微 长度不太一样而已 谢谢 谢谢 谢谢